Hello 大家好 我是Manda的Makeup Artist 今天會教大家做一個下跪的自然霜妝 首先化妝 除了要塗好自己的底妝 即是護膚品之餘 其實也需要塗一個Makeup Base 今天我們會用一個0枝的Makeup Base 這個Makeup Base除了可以做一個 很貼服的底妝之餘 其實它可以有護膚功效 使用法 我們首先 輕輕在手這個位置 輕輕推開 然後輕輕地印上去面 然後輕輕推開 塗完Makeup Base之後 我就會用一個我們新出的0枝粉底 去幫模特兒做一個自然的底妝 可以讓大家看看 其實這個0枝粉底 它裡面會有兩層 會有一個是濕粉 另外有一邊是乾粉 我們首先上去 其實就會輕輕拿一個Pot 印一印少許濕粉 然後用印的方式 輕輕地印上去模特兒的面上 然後再輕輕推開 這個濕粉呢 這個0枝粉底其實有一個好處 它除了會有0枝的成分 在裡面之外 其實它還會有一個3D小眼的效果 出來 用完濕粉之後 我們就會用一個水粉 同樣是輕輕地印出來 我們可以把它放一點在手 因為不會太多的高分量 然後再輕輕地印上去 然後再推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就會做到一個 有一點立體感的效果 現在就會用一個淡 好像香檳金的顏色 這個顏色 這樣就輕輕地做一個底妝 那麼快的時候 你可以輕輕地用手指 去抖一抖高眼尾的位置 然後將這個顏色 落在整個眼窩的位置 然後將它放開 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會用兩支不同的眼線 去化一個自然的大眼妝 首先會用一個淡啡色 五十辣厚色的眼線 我們會將它 滑在近眼線的位置 先處理一層色 然後它這個眼線 後面會有一個掃 它可以方便你 可以將它放開 然後我們就會用一個 黑色的眼線 輕輕地掃在兩眼線的位置 在近眼尾的位置 然後再將它用一個掃 去鑽開 去鑽開 鑽的時候 其實是向進去鑽開 其實想加深眼部的輪廓 我們會用一個 Liquid Eyeliner 去做這個效果 畫的時候 大家要記住 要輕輕用手 一點點高眼尾的位置 我們落下的時候 我們會有眼尾 開始輕輕送到眼頭 然後 我們畫完眼線之後 因為你會看到 效果是比較實一點的 我們就會用一個 淡啡色 這個顏色的眼影 去幫助模特兒 去鑽開眼線 去幫助模特兒 去鑽開眼線 幫助模特兒 再加上眼線 然後向上 好像色彩的 去拖開眼線 這樣就會做到 纖長的效果 現在眼妝 其實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 這隻眼尾化 和這隻眼化了的分別 你會看到 是淡色 和做到一個自然 像大眼仔的效果 出現了 我們完成了眼妝之後 現在就幫模特兒 做一個嘴 我們擦嘴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會塗潤唇膏 其實我們用了潤唇膏 之後才再上到唇膏色 其實這樣 唇膏會好很多 你可以用 這個就是我們用名的 自己的潤唇膏 其實它非常方便 因為可以單手推出來 你塗的時候 都非常方便 這個設計 塗潤唇膏之後 現在就會用我們 靈芝系列的唇膏 去幫助模特兒的顏色 這次用的就是202的顏色 是比較淡一點的顏色 做一個浪妝的效果 這個唇膏 其實最主要效果 是除了有靈芝 在裡面之外 它可以做一個 減陷唇文 或者唇膏的功效 我們現在畫完嘴 我們就會做一個胭脂 胭脂我們會用一個淡的紅色 這個 中間這個顏色 首先 拿了質地之後 你要先等一等掃 因為防止它太多粉 用的時候 我們會放在模特兒 這個最高拳骨的位置 輕輕向上去 推開 這樣可以做一個小硬的效果 好 今天我們這個自然下跪的妝 其實就完成了 讓大家看看 我們來看看